好 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所謂的古先人道 其實就是主要在講 一切聖者都是共振的 體振這樣的真理 從過去到未來 凡是振了這個真理的人 就成為聖者 這個是同意解脫位的 同振的 他說 所以他這個是聖者所共振的 永恆普遍的大道 那佛法叫做法性法助法界 講一下好了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性法助法界 那這個是真理 這個是所謂的實相 又叫做盧 一切法的實相 普遍他有他的必然性 哪有他的恆常性 叫做不變性 恆常性 必然是這樣 一直是這樣 以及他的普遍性 普遍是這樣 所以佛正的叫做古先人道 那麼一千多人也有人贈的 所以古先人也就是古佛 他這裡說到 他說 佛法是與神教不同 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其他的宗教 都是有一個以教主 以他那個神 最高的神為主 佛法不是 佛法不是以佛為主 以法為主 佛跟身都是要正真理的人 佛是先覺 身是後覺 那麼都是要覺悟這個真理 而不是依著神 依著最高的神 所以佛教並不是以佛為主的 而是以法為主 所以佛滅了 佛滅了 你仍然可以解脫 這自依止法依止 但是佛就算在 你沒有正德法 你也不能得解脫 你不修寫 沒有正德法 你依然不能得解脫 那麼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樣 其他的宗教 你苦跟樂完全由那個神來決定 你要不要升天 能不能升天 那麼由神來決定 你的苦跟樂是神決定的 但是佛不是 是依你自己決定的 佛不過就是告訴你 你解脫的關鍵在哪裡 你的生死癥結是什麼 你的用功的方法是什麼 你有怎麼樣修才能得解脫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諸佛非以水洗醉 亦非以法除重苦 這有一個記 不知道出自哪裡 我也就忘記了 很有名 這跟其他的神教不一樣 其他的神教是以他的最高神 不管是回教以阿拉是真神 基督教以耶穌是死者 神的兒子 祂是主要的救贖 然後或者以上帝 或者以這個媽祖 不管 就是你所信的神 祂是讓你離苦得樂的主要原因 但佛法不是 佛法 佛不過就是導師 引導者 祂不是創造者 祂也不是決定者 佛不是決定者 決定你苦樂 苦樂決定在你身上 但是佛知道 祂告訴你 祂是引導教導 引導教導勸導的人 祂不是決定你苦樂的人 引導你怎麼離苦得樂 教導你怎麼離苦得樂 欠導你要離惡向善 然後離苦得樂 所以諸佛非以水洗醉 這是一般的宗教 都是有神 有守 一非以守除重苦 它有很多種翻譯法 但是一般我們就 對比較習慣 諸佛非以水洗醉 一非以守除重苦 非將所振千里湯 這應該是普提道慈利管論 應該有講到 非將所振 意思就是佛陀佛所具有的福報 智慧 他沒有辦法直接給你 我回向給你 我念經佛把福報給我 我念佛佛把福報給我 我念佛佛把福報給我 我念佛 我向佛懺悔 那麼佛就滅掉我的罪 沒有辦法這樣 他不能直接把他擁有的 直接給你 給你福報給你智慧 給你禪電 沒有 他只是告訴你 他只是告訴你 你如果要滅罪 你要怎麼做 你要得福報 你要怎麼做 你要有智慧 你要怎麼做 你要解脫 你要怎麼做 你要不度三二道 你必須要怎麼做 所以他最重要的是 施法信義 他告訴你道理 你要不度三二道 你必須要持五戒 你要升天 你要修十三 你要解脫 你要修戒定位 你要成佛 你要修六度四射 要法骨提心 他告訴你這個道理 你不同的目標 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制定 所以發心不一樣 修行的方法不一樣 解脫的成就不一樣 佛教基本上叫做五乘共法 五乘共法分三大類而已 發真上身心 等一下寫一下 適法信義令解脫 最重要是告訴你 真理是什麼 那法信是什麼 法信就是無我 緣起 一切法 一切法是以緣起為主的 一切法都是緣起 令解脫 適法信義令解脫 所以我們這個道理 如果不懂 我们天天求佛念佛拜佛 都是希望能够从佛那里少修一点点 得到好处 没有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是要如实之如实见 你才有办法得解脱的 那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通常就三个而已 发心修行正果 发心修行正果 简单讲是这样 这个叫做种修脱 种下种 成熟 成熟 成熟善根 一开始要发心 所以要发源成熟 然后解脱果 种修脱 就结果 一般来讲 就五称分三大类而已 这是人天 人天 然后声闻 就是大圣 声闻 二称 二称 声闻 包括声闻 彼此火都有 然后菩萨 或是佛 叫做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 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那不管你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你过人天道 你要发什么 发真上身心 你都要发心 发心为首 力愿居心 修行药物 发心为首 修行吉物 发心为首 那么都要发心 那么这个解脱道 主要是发出离心 还有出离三圣的心 把这个写一下 写这里写解脱道 人天道 解脱道跟菩萨道 基本上就这三个而已 那人跟天道 到分声闻言解 然后就变成五称 五称佛法 所以就是这样 那这个发出离心 要出离生死的心 这个发真上身心 真上身就是 我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好 发这个心 那菩萨道就发普及心 那你的发现不同 修行方式就不一样 就是你的目标 这个是目标 那修行就是修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 这个修什么 修三学八正道 戒定会 次第四三学八正道 这个修什么 这个是六度四色 方法不一样 那佛不过告诉你这些方法而已 他没有办法直接给你 你拜佛 佛就让你早一点成佛 我告诉你没有 没有这种事 那正果 这个是什么 生人生天 那天里面又有分 天里面有分 欲见 色无色见 这个是下见 色无色见是上见 他是同一类的 这个是上见 上见的天跟下见的天 都是要五戒十善 那如果 如果欲见天 色无色见天还要修定 还要修定 不只是五戒十善而已 还要修定 还要修四场八定 那这个是不一样 但一般我们讲天 一般以欲见天为主 如果色无色见天 还要修四场八定 还要修定 善里面 善里面有善善有定善 善里面有善善有定善 善心的跟定心的 那基本上 那还要有定 好 那么出离心 那么就正四双八倍 那吉果就是 究竟是阿罗汉 究竟就是阿罗汉 得涅槃 但是正出国 就决定会正 那六度四双 就是成佛 大概是这样 那么基本上都告诉你 法性意是什么 法性 法性就是实相 实相就是无我相 就是元起相 其实是这样 告诉你 一切法都是元起 一切法都是无常 无我 那么如果从波仁经来讲 就是一切法必尽空 那从声闻讲 基本上就是三法印 三法印 三法印是什么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之间 从大圣讲叫做一十相印 一十相印就是什么 诸法 诸法必尽空 无我 一切法空 三法印是诸行无常 这个就是法性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之间 有好一点 虐槃之间 那么大圣就讲一十相印 就是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那阿兰经就是讲一切法无我 无我 基本上三法印就是一十相印 好 那诸法性意令解脱 它主要告诉你这样而已 那你一定要明白这种道理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大多数学佛的人 不知道这个道理 整天求佛拜佛 那也不学佛 那念佛求佛拜佛 也不学佛 也不知道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 那学佛是为了做什么 那么要怎么修 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 只认为他只要虔诚的祈祷 专注的祈祷 那么佛就会灭他的罪 增加他的福报 增长他的智慧 我告诉你没有 真的没有 不会这样的 都要自己修的 那佛只是告诉你方法 告诉你原理 告诉你方法 告诉你如果照这样修 你会有什么样的功德 这就是神的教室 所以他这里讲 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 所以不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独生子 也不是神的使者 穆罕默德尔是神的使者 这个是在讲基督教 以及回教 佛是以人生 而实现正觉解脱的圣者 他不是神 也不是神的儿子跟使者 他就是人 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所以 佛教里面 你成了佛 就跟佛一样 在其他的宗教 你再怎么努力 你也不可能跟神一样 你就是神的 你就是神的子民而已 你不可能达到神的那个境界 基督教从来没有想过 他也可以成为上帝 天主教 基督教 以及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犹太教 他基本上是同一个上帝 同一个上帝 那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也可以成为上帝 或是我可以修到跟上帝一样 没有 你不可能跟上帝一样 你甚至不太可能成为上帝的 神的死者或儿子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你不可能成为他的儿子 你顶多就是受他 受他保护 受他提心 而离古得了而已 所以你要不断地祈祷 要不断地相信神 那神才会保护你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 你就算你不断 你不断地祈祷这个佛 那么供养佛 就算你是佛的儿子 罗赫罗是佛的儿子 你是佛的爸爸 但上帝没有爸爸 上帝是创造一切的 就算你是佛的爸爸 你是佛的妈妈 你是佛的太太 你是佛的儿子 佛也没有办法保佑你 阿难 阿难做佛的使者 死者做佛的使者 佛也没有办法保佑他 让他比较快 比别人更快得解脱 比别人修得更少 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服侍我那么多 那么久 25年那么尽心尽力 那么我给你一点好处 让你不用修 不用像别人修得那么辛苦 也不行 那你看阿难 阿难罗侯罗 他的妈妈摩顏夫人 他的爸爸晋犯王 他的侍者阿难 他的儿子罗侯罗 都没有办法 因为佛跟佛的关系 他就可以少修一点 不用这样修就可以得成就 都没办法 那你想我们有办法吗 我们可以不用这样修 我们对佛好一点 那么常常供养佛 常常念佛 常常拜佛 那么我们就可以少修一点 那是不可能的 但大部分的佛教徒 现在还都有这样的妄想 所以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对佛的祈求 都放在求佛这件事 而不是放在学佛这件事 这个是很糟糕的 你要把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 弄清楚佛到底是怎么成佛的 他具足了哪些条件 见到了哪些真理而成佛 所以你必须把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 放在向佛学习 学佛这件事 而不是放在念佛 求佛 然后就等待佛的加持 你这样 你就是修到弥勒佛再来 你就是修到弥勒佛再来 你的谱团败掉了几个 你也没办法成就 因为这个不是佛决定的 佛跟神不一样 这里是在讲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件事 要不然就很可惜 好不容易做人 好不容易学佛 好不容易精进用功 结果 方式错了 观念错了 错误的观念会引发偏差的行为 就会得到无奈痛苦的结果 苦行外道不用功 用功 举一只手 现在还有印度还有 不敢放下来 虔诚的相信他只要这样 遵照以前人的说法 那么他一定可以得解脱 真的可以得解脱吗 不行啊 所以佛法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你学佛 你一定要有佛法的特质 佛法的特质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佛法跟外道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智慧 佛法跟外道最大的不同是智慧 而且是无肉慧 那无肉慧一定从有肉慧来 就是闻思修 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正念 专注的念 虔诚的念 充满信心的念 不管你念什么 念经 念作 念佛 不管你念什么 你没有去思维 不知道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不知道修行的赤地跟方法 那你就要期待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里讲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佛是以人生 也不是用神的使者 神的儿子 那么来实现离苦得乐 而是以人生跟我们一样 那么这个来实现正觉解脱的圣者 佛教不是神教那样 以宗教为神与人的关系 那大部分的佛教徒还是在这里 就是佛菩萨跟人的关系 这一部分 就是不断地贿赂佛菩萨 然后恭敬佛菩萨 那你的恭敬是为了 恭敬是为了能够 从恭敬中求佛法 佛法从恭敬中求嘛 不是吗 你是为了要恭敬心才能够 才能够在心里面完全接受佛法 但是你的恭敬心 所以秉斥了佛法 那这样你的恭敬心 没有办法进一步得到什么 得到殊胜 得解脱的这个殊胜 没办法 所以它是人类的测误体现真理 重点就在明了什么是真理 怎么样证得真理 赤对是什么 要具足什么样的资良 要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可以证得真理 要如何证 它的修行的赤地跟方法是什么 前面的准备工作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东西啊 那么可以达到永恒的安乐自在清静 就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境界 叫做涅槃 习却一切烦恼 灭除一切痛苦 所有的痛苦都从生死沦迴中来 所有的痛苦都从生死沦迴中来 那么灭除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智慧 所以阿涵经 中阿涵多界经讲 一切的痛苦都是从愚痴中来 一切的痛苦都是从愚痴中来 一切的 因为你不明白嘛 不明白 不清楚 不了解 不知道 所以没有证见 没有证信 所以你就会不断的有痛苦 那么如果你有智慧 你了解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关键在哪里 那么你就会去思考 要怎么样灭除苦 方法是什么 你就会有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苦即灭道 那原体来讲 叫做有因有缘 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两个核心原则叫做 不惨不断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那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 那么佛是人 人间的永满意念犯恨 神界不及 人类多多 那这里再讲到人 人跟神 就天啊 神其实就是天 神 人跟天 天就是天神 神 那么人 因为大部分人都要升天 那么人有三圣 意念圣 泛恨圣 永满圣 天跟天比较 天有四圣 深圣 就是比较庄严 比较高大 深圣 寿圣 寿圣 比较承受 乐圣 享受的武艺比较好 吃的好 住的好 穿的好 用的好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天天都是唱歌跳舞 那也没什么苦恼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定圣 他比较 他比较 他虽然定圣 基本上是 摄无色戒天 那么戒天也没有定 但是天 我们讲大戒跟上戒 一戒天跟摄无色戒天 主要是深圣 受圣 热圣 或者有些讲名称 好 天人里面分 那么 意念圣 意念圣就是 比较智慧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听闻到的佛法 然后我们听闻到的佛法 我们会记起来 就是你比较会受词 意词 意词所学的 所闻的 意词所闻的正法 天呢 天比较没办法 所以像 像这个 道立天 道立天主常常会下来 人间听佛说法 但是 他听了听了 上去他就忘记了 没多久就忘记了 因为天上无意快乐 那他觉得 因为佛法对他没有 比较 听起来 但没有实际 因为他天上没有苦 他不需要用这个来灭苦 所以听一听就忘记了 他就不知道 一下就忘记了 但人不会 人有意念症 他会记忆受辞佛所说的法 所以他有意念症 意念症 就是所谓转成的智慧 他有犯恨症 犯恨症就是 他会努力修行 然后让自己的身口欲清净 他会慈见 他会让自己 就是让自己 让自己身口欲清净 会克制自己 那天人不会啊 天人会享受无意放逸 天人会放逸 但是人当然也会 但是人跟天比较起来 人 人他比较能够吃苦 那天上没有苦啊 所以他一再在无意里面 他容易心放逸 那人 人因为比较能够忍耐 忍苦 所以在堪忍世间 他比较能够忍苦 那么克制自己 那么修戒修定消费 就是能够持戒 那所以犯恨症 能够让心清净 身口欲清净 三月清净 然后他会很用功 他为了他要努力 他才能够得成就 他才能够离苦 所以他会很有门精进 但天人不用啊 天人 天人 事一得一 你不努力 你连吃饭都没得吃 那你不努力 你没有办法得解脱 天人不用 天人基本上 事一得一 事死得死 所以这三点 这三点是胜过天的 那这三点 刚好是我们可以解脱的关键 那像生肾 受肾 热肾 但是这个跟解脱没关系 你很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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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别人庄严 跟你能不能解脱 八甘子没有关系 但是你 你 你记忆力好 你比较会思维 意念比较会思维 推理 它不是记忆而已 思维推理 然后能够去实践 然后能够去实践 那这个就是什么 文思修 不就是文思修吗 他对天文的佛法能够译词 然后要先文 文词 文 然后文了之后 能够思维意念 然后能够推理 然后之后能够实践 那不就是文思修吗 那么之后能够 永本精进的修行 所以 人要能够得解脱 天比较不容易 那你长得比别人庄严 比别人高大威们 比别人健康 你并不一定比别人 比较快解脱 不一定 因为这跟解脱没关系 但是他可能就是 比较没障碍而已 但是比较没障碍 并不一定有比较早解脱 就好像 你有钱读书 你不一定读得好书 但是 你没有钱读书 当然你也读不了书 但是就是不要障碍太重 那寿生寿命很长 天人最少都是活一千年以上的 我想 一千年两千年 看什么天 世王天 刀利天 然后厌魔天 多帅天 越往上寿命越长 那欲戒天 基本上都是几千岁几万岁的 那如果色戒天 都是一大截开始算 无色戒是一万大截开始算 那这个色戒天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总共有十八天 它是一层一层 是一大截开始算 这个无色戒是一万大截开始算 一戒基本上都是几千岁几万岁 开始算的 热圣五亿享受 失一得一 失十得死 但是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 这个跟解脱有关系 所以忍是比较能解脱的 天当然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过去在忍的时候 你没有智慧增长 你升到天你就不容易修行 有都不容易修行 何况没有 但是你只要在忍的时候 有增长智慧 你升到天 它有可能停了 但是它下来做忍的时候 它马上去聚生会 刚才讲的聚生会 这一生再透过加行慧 它有可能再来的时候 正出国再来的时候 就正阿罗汉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因为天上享福太快了 它下来一下子没适应 它会再升天 所以为什么最多会有七次 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它的聚生会 它就算最慢最慢 第七次再从天上下来的时候 它一定可以得解脱 为什么 因为就是它的智慧的原因 它在人间得的 它不是在天上得的 它在人间得的界定会 待到天上有可能 像被那个双血盖住一样 但是在到人间的时候 那个双血浓掉了 它那个牙就会发起来 所以取决于你在人间 那么人的殊胜就是这个 那么到天其实修道就很难了 因为环境太好 环境太好 环境太好 多数的人没有一点苦 你叫他来休息 你叫他布施他愿意 老实讲 叫他布施他愿意 因为他有钱 他想修福报 想保证他的这个幸福美满 他会愿意 他会护持道场 他会护持佛教 他会广作布施 但是你叫他持戒修定 我告诉你就很难 你叫他天天上课思维 在观一切法无常 他才不要你 你叫他观一切是苦 对他来讲 一切怎么会苦呢 他就不要 没办法 但是你不这样观 因为实相就是无常 实相就是苦 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那这跟他的本身 想幸福美满的经验是不太能够 但是这个是表面的 所以他因为他享受娱乐 他没有办法进一步 穿透到诸法的实相上去 他也没有那个动力 但是有一些人 如果他过去智慧很强的话 就算他这一生 就算他这一生 吃好住好生在好的国家 好的地方 好的人民 好的父母 他一样会解脱 他那个新人讲 释迦摩尼佛是王子 那么很多都是王子来出家的 很多都 安斯高也是伊朗的王子 很多都是王子来出家的 那所以基本上 就算 但是要你过去生 累积的善根 叫善根 那你要成熟 所以我们这一生 我们会出家 会学佛 过去一定有善根 一定有 我敢肯定一定有 只是善根 善根 粗跟细不太一样而已 那我们都是在成熟善根 那成熟善根 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 善根是无贪无痴无痴 或者叫做性经念定位 主要是无贪无痴无痴 善根就是智慧 那么智慧越成熟 它越容易得解脱 那么智慧表现出来了就是没有烦恼 智慧 你有智慧就没烦恼 有烦恼就没智慧 我叫无名烦恼 你没有智慧 你就很容易起烦恼 你有智慧 你不容易起烦恼 起了烦恼很容易 很容易控制烦恼 所以它智慧的表现层次 就表现在五个层次上面 所以智慧就是绝 它是这样的 所谓的智慧 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控制烦恼的能力 明跟无明 智慧是明 烦恼是无明 这个是黑暗 这个是黑暗 这个是光明 有光明就没黑暗 有黑暗就没光明 但是明跟无明 那么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但是不起烦恼是一个结果 不起烦恼之前要先觉察烦恼 佛就是念念觉 觉察烦恼 觉法烦恼之后 进而能够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之后 进而能够调伏烦恼 让烦恼的势力缩小 这个是烦恼不扩大而已 我有称心 但是我不把称心扩大 行诸身孔 去骂人 去打人 但是我抑制住我的烦恼 你可以抑制 表示你有智慧 你可以看到 我起烦恼 我这个烦恼不好 我要控制 我想要去偷别人的东西 但是这个不可以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不可以 我想要骗人 但是不可以 你可以控制住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智慧 至少你有因果的政界 你有夜报的政界 有善有恶 有善有报 这个就是四种政界里面最初的 好 那么至少进而有一个调伏烦恼 那调伏烦恼就必须要有定 定才能够调伏烦恼 就是你先要正念 要叫这个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你动乱的不太厉害 这个其实是见 那么见而一步 能够断除烦恼 断除烦恼 最初断的就是见烦恼 见烦恼跟爱烦恼 烦恼主要有见烦恼跟爱烦恼 我们叫见祸失祸 最初断的是见烦恼 观念上的错误 然后再断失祸 然后慢慢断 出火就断除烦恼 但是还有烦恼没有断 烦恼非常多 但是渐渐断 断到最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 把所有的烦恼断尽 就叫做超约 超约 超约一切的烦恼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 大概我们把所有的 他怎么对峙烦恼 所以他就是离苦 离苦就要离烦恼 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就是会 这个就是会 戒定会 这个是解脱 解脱是断除一切烦恼 基本上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发现你有没有智慧 就是发现 你有没有常常能够发现 你在起烦恼 你起什么烦恼 为什么 那我现在要怎么做 我才能够 你已经发现你的烦恼 那我要怎么做 我可以断除这个烦恼 那没有办法断除 我可以调伏这个烦恼 没办法调伏 我可以控制这个烦恼 你要渐渐这样做 修行把这个行 放在这个地方上 三年 三年 你就会发现 你比较自在 我们之所以不自在 是因为 有了错误的观念 一直引发偏差的行为 来受痛苦的结果 因为有苦 有烦恼不自在 就像烦恼的亏脸 你就很在意这句话 人家讲你这句话 你就生气生一天两天三天 人家骂你一句话 过了一年 你平常常还想起这句话 想到很痛苦 那你这个就是什么 不自在 被这个烦恼束缚 那么自己 第一次是别人伤害你 第二次以后 都是自己伤害你自己 那就不断不断 受到烦恼的伤害 第一次当然是因为 别人的远引起的 你的恶恼 但最后 后来都是你的错误观念 你自己不断在伤害你自己的 那你就以这个为苦 那么被苦束缚 被烦恼束缚 那如果你因为这个苦 再造业 就被业束缚 那就是这样 就叫三丈苦 业障 暴障 烦恼 造 其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其实你会很清楚 你修行的目标跟方向 好 再往底下看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到三圣 欲怨圣 勇猛圣 犯恨圣 那么神 天神 其实天上不如我们很多 所以就见成佛 不是天神也不在天上 唯有在人间 所以正在里面 诸佛皆出人间 那么佛之所以在人间成佛 主要是因为人间有苦 也不是只有人间有苦 这个三界里面都有苦 三界如牢狱 生死牢狱 那么之所以三界的生死牢狱 是因为有烦恼大海 叫做苦海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超度超度 就是超越烦恼 度脱苦海 就超越生死苦海 其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真正在超度超越 你要超越烦恼 你才能度脱苦海 你如果不超越烦恼 因为苦是从哪里来的 从夜来的 夜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的 烦恼是怎么形成的 从我见我爱 从无明 无明就是不知道善恶月报 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这样做的目的是做的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善 不知道恶 就是什么是你应该做的 什么是你不应该做的 你应该修些什么 不应该修些什么 那你不晓得这样做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不是真正知道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报就是果报 果报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功德 你会有这样的殊胜国报 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长寿 得到健康 就好像生了病 我们就赶快送药丝精 然后练大杯咒水 然后就绝对什么 病未好 这个基本上是非因基因 非国际果 那你要理解 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 是饮食引起的 是环境引起的 是压力引起的 就很多种 还是一月报引起的 还是鬼神引起的 可多 那你要先找出那个因 你都没有去找那个因 那一律都送药师经 那其药师佛加倍 就可以消灾元寿 这个不是佛法 这个不是佛法 那你要了解 你要做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原因在哪里 做了之后 有没有看到效果 如果有是为什么 那一切都要很清楚明白 如是因如是果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那你要先理解这个东西 这个是佛法教的 那只是后来的人 他开始没有 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就以盲引重盲了 那大家 大家都努力 都用功都精进 但是都不能解脱 都常常起烦恼 都常常自己受苦 也让别人受苦 那别人受苦 自己又受苦 就这样 那么你的烦恼 引发我的烦恼 那么你让我受苦 我也让你受苦 那就变成这样 那不断不断地循环 然后受了苦又没办法 又不断不断地用功求佛菩萨 然后不断不断地念经 要超度冤亲在主 你真正的冤亲在主 就是你自己 你的烦恼 你的业 是你的冤亲在主 那你要好好了解这些道理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佛 也不在天上 唯有在人间 他就在人间 我们就是 学佛要成佛 我们学佛要成佛 念佛是为了要 常常提醒自己 要跟佛一样 叫做策发信愿 念佛要学佛 学佛要成佛 其实是这样 念佛就是念佛的功德 佛到底是怎么成就的 现在就跟你讲这个 佛到底具足了些什么 佛到底发现了什么问题 佛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念佛的功德 然后学佛的什么 学佛的行为 如果是怎么办 像佛一样发现 像佛一样修行 像佛一样发现 像佛一样修行 像佛一样发现 像佛一样修行 像佛一样修行 像佛一样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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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是佛法 不断在告诉我们的道理 所以世尊说 我坚毅是人数 我也是人啊 他跟阿难讲 阿难 阿难常常跟他按摩 年纪大了 佛的皮肤本来是很好的 三十二相 皮膚很光滑 很光滑 不會很粗糙 但是年紀大了也一樣 年紀大了 大概佛八十歲入涅槃 大概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就在 要涅槃前三個月 從畢舍裡到居師那 然後阿難走路 阿難就跟他按摩 因為阿難侍奉佛 常常在跟佛按摩 他就發現 佛的皮膚怎麼變粗糙了 那阿難 佛就跟阿難講 哎呀 這個佛 佛這個身體 三十二相的身體 八十種 八十種好都是威 三十二相就是身體的這些 包括皮膚 牙齒 種種這些外相 他說 佛的皮膚怎麼會變這個像 我們說雞皮賀法 也老了 粗糙了 都是作文的 佛就跟阿難講 阿難 我也是父母生的 跟你一樣 也會變老 佛又老又病 好 因為這個是夜暴身 他可以延緩 但是也要怎麼樣 也要一個實現 只是佛不願意延緩 如果有禪定 基本上可以延緩 可以延後 這個色身沒有壞得那麼快 沒有壞得那麼快 但是還是要壞 因為它是夜暴身 有生必有死 生到死之間 從人來講 必有老有病 然後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好 那所以 他說 我一間意識人數跟我們一樣 諸我世間皆出人間 非由天而得 並不是由天而得 是在人間得 有一個居士 他也是老了 然後生病 然後他就一直念佛 希望他不要受這些苦 那你要知道 你生病了念佛 那釋迦摩尼佛也生病了 他念什麼 他念乃君佛 釋迦摩尼佛生病了念什麼 念什麼 念五場 念苦 念無我 那你看阿含堅諾是這樣 念之後你要念 諸壽是苦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那一切法都是延期的 這個夜暴身五月 色壽想行事 無常無我 你要常常這樣關 那這本來就是延期無常會壞的東西 那他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那沒辦法 那你就是關他的無常無我而已 那你還希望他一直都沒有病 其實阿羅漢舍利佛老的時候 舍利佛也常常生病 舍利佛常常生病 身體不是很好 那穆劍蓮比較強壯一點 但是穆劍蓮後來被打到全身痛 也是一樣 他怎麼不念佛 不是啊 那但是當然我們念佛會讓心安定一點 它也是有效 但並不是念佛就不病不老不死 不會這樣啊 你要知道 它可以讓你的心安定 所以它也不是完全沒有效果 但是你不要以這個為主 認為念佛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念咒就可以滅一切罪 念佛就可以滅一切苦 沒有 不是啊 滅苦的根源在智慧 你不去執著那個苦 你也沒有錯誤離苦的方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沒有正確看待你這個身體 沒有正確看待你的苦 所以你就不能離苦 你從來不去看那個苦的性質是什麼 也從來不去找苦的原因是什麼 也不會去尋找滅苦的方法是什麼 你就只是期待 祈禱沒有苦沒有苦 這個不行 這樣不行啊 我告訴你 真的啊 苦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如果有苦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你要好好想這些問題 不是都是靠佛加持 沒有我們講過 諸佛非以水是罪 亦非以守除重苦 不是給你一個經 一個佛號 一個奏 一杯水 然後你就可以滅一些苦 沒有 不是這樣啊 苦即滅到你要弄清楚啊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世君成佛之後45年 一般講45年 那也有做49年的 那就看他什麼時候成佛 那一般是說29歲出家 35歲成佛 如果25歲出家 31歲成佛 也有這麼說法 一般我們是25歲出家 35歲成佛 80歲入涅盤 那麼所以就45年 踏遍了恆河兩岸 他的活動範圍大概就在恆河兩岸 如果我們有地圖 看那個地圖就會知道了 化導人類 教化 教導 所以佛是導師 三界的導師啊 不是三界的主宰啊 不是啊 所以不是神教那樣 化作洪光而去 後來命教也依 就是洪光身 佛沒有啊 但是大部分的阿羅漢 有時候也在涅盤的時候 也會做變化 身上出水 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 然後臨空而住 行住作惡 變大變小也會 在入涅盤之前 有些也會這樣 然後像阿難就這樣 然後自己用火 然後把自己塗比 然後舍利善在恆河兩岸 但是他並不是化作洪光身而去 並不是 世尊是真正的父母所生生 他是父母生的 他不是神化生的 也不是 他就是真的是父 他的母親是摩顏夫人 他的父親是靜萬王 然後他還有一個兒子 他還有妻子 他跟我們人一樣 他小時候跟我們都一樣 那麼只是他後來修道成了佛 他這個身體跟我們也一樣 有老有病有死 不吃飯也會餓 不喝水也會口渴 吃臭的東西也會拉肚子 最後受唇頭的供養 中毒啊拉肚子啊 那麼身體也變得虛弱 也很辛苦 是跟我們一樣的也有病啊 也有病苦啊 但是他不以為苦 所以只是這樣 那所以他是真正的父母所生生 職登大絕會而成佛的 那我們也可以 也可以 只是我們都沒有像佛那樣修行 佛怎麼修我們不那樣修 我們就只是想要靠佛 那麼就可以成佛 那這樣是不行 這樣的觀念不行 所以其人成佛 創開人類自己的宗教 其他的神教沒有以人成佛的 沒有以人為主的 都是以神 天上的神 然後教導世間的人 可以生天 可以生天 那這個也可以知道 為什麼 因為天上的人是怎麼來的 天人怎麼來的 由人間的人修時善 修定 那麼這個社界天不會 因為社界天他是在出產以上 無許無事 他在定中 所以他也沒有眷屬的觀念 但是出產以下的 那麼他會希望人越多越好 因為快樂 尤其是御界天 那天上的人是要靠人間的人 修五界十善升天去的 就好像警察 公務員 要一般的百姓報名去的 那今天都沒有人報考 那個團體就沒人了 那天上的天人不修 就說五界十善 那麼沒有辦法升天 天人就越來越少 像生團 沒有在家人來出家 生團就沒有人啊 一樣的道理 所以他必須要招生 那麼招生就是什麼 他天神會下來 那麼化成人 然後或是用神給你做夢 給你看見顯現意象 告訴你你要這樣修 他會在人間找那個代言人 然後告訴你你要這樣修 給他一些力量 那麼他會這樣修 那麼大家會跟著修 修了之後就現在這樣修 這一批人跟著這樣修 死了這一批人都升到天上去 念神的名字修神的法 後來就成為神的眷屬 那麼鬼道也有 天道也有 所以世間就有很多宗教 因為化身需要人間的人 修他的法 一樣這樣 但是佛教不是這樣 佛教不是升到天上 佛教是要求解脫的 那麼就是從人得解脫的 他不依靠天神 他也不修天神的法 但是他有修天神的業 修天不升天 主要是要得解脫 那當然 佛教有一部分 我們剛才講 人天道 他有一部分也是升天的 但是佛法對這些想升天的人說 你真正要升天 你不是靠祈禱 不是靠供養神 不是念神的名字 而是修五戒十善 你修五戒十善 你自然可以升天 修五戒不跺三二道 修十善自然可以升天 你就算你都一輩子 都沒有念神的名字 你一輩子都沒有供養過神 但是你努力修十善 死後一夜升天 一夜升天 並不是因為 你拜這個神 拜師伯神 拜彼斯努 拜梵天 拜第四天 就是道立天主 並不是 但是他叫你拜祂 是因為你相信祂 你會相信祂的話 祂告訴你的話 你會照著做 所以因為你念祂的名字 修祂的業 祂是這個業升天的 祂會告訴你 祂你要這樣修這樣修 那你這樣做了 那你自然升到祂的天 變成祂的眷屬 是這樣 那麼就算 就算你都沒有念過祂的名字 但是你修十善業 你依然可以升天 那看你 看你這十善業 圓滿不圓滿 修的天 果報 殊聖有差別 那麼就算你都念這個天神的名字 但是你都供養天神 念這個天神的名字 但是你殺生 就像很多婆婆們 他也侍奉犯天啊 但是他們做什麼 血祭 殺很多牛 殺很多癢 那麼他希望用這些牛癢 來供養諸神 可以升天 佛陀跟他講 就算你 你念神的名字 你供養神 但是這些殺生業 不但讓你不能升天 還會讓你做生日道 福無戒止 罪如虛迷啊 所以 即使你常常在念神的名字 供養神 不惜一切資本的供養神 但是你的行為 恰恰讓你不能升天 那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要解脫 如果我們的觀念不對 行為不對 恰恰你不能得解脫 所以政見很重要 好 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我先註解一下 人家忘記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欠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愛